這個 RPG 和麥子比人金黃色 是接鎖掉的時期了 麥子比人金黃色就是收割的時期 我们家在浙江梁祖 这里非常漂亮 我家门口有很多的麦田 今年夏天 这边发生了一件大事 2019年7月6号 梁祖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了 世界文化遗产 目前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总数 已达到55处 位居世界第一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一个区域 就是墨角山宫殿区 也是当时王和王族居住 和政治意识的区域 那么5000年过去了 虽然当时比较巍峨的宫殿 已经灰飞烟灭了 但是从整一个台地 我们还是可以感受 当年的一个宏伟和座 十滴 十滴就要起床了 十滴 干嘛这么早起 你提起热啊 早上早上改刀吃中饭 就下午休息了 对不对 哦 准备 我们的工作是 六月份开始 到七月底级边上完任了 这个中甩道 就是这两个月在忙 现在就是四四边 八八草 八草的目的就是 这个稻子不盖它盖了 第二个就是 来你的草的种子少了 给它排掉 那根本不过去不就会有 多长时间种一次 然后多长时间收一次 拿这个买到 一一工夫种一次 买到 如果种早到的话 种两次 来 这狗叫你们吃饱饱了 你们吃 你们吃 有点有点 哎呦还给我买了不好意思 是哦 嗯 那个它下人 怎么超越人呗 哪里超的 我去肥羊 那肥羊 不是 你去带肥羊 你去带肥羊 好 好好好 两根 两根 两根一个 我吃一个就行了 两根 两根 买一定你两根 买一个 买一个 嘿,哪两个也泼一下呢? 哪两个? 二十三一 是 不说了主要是外来生物 现在这几年就是外害我们整个农作物 政府花钱,农民处理 我们呢就是待收购 收购以后就是进行垃圾处理 这个是搞农业 我还是喜欢的,从农民出去 一承包以后呢就是当时只有一千多亩 一承包以后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么现在呢成了一个主业了 承包了我们盖他们,盖活啊 也是打工啊 也打工,那你觉得是自己干好 还是被承包好? 自己干,我们这批人 你干没有保障是吧? 不是没有保障 我们这批人年纪大了也不想干 也不想干 也就是给他们打工搞一点嘛 好了 这批人年纪大了也不想干 这批人年纪大了也不想干 到冬天空的时候嘛 叫老药 我们几个人 十几个人叫我们看一下 在这片巨大而广博的湿地上面呢 梁祖 他们就是以水稻 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稻子和民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梁祖的农业生产基地 那么它的这颗稻田呢 由83亩左右 整个年产量呢达到16000斤 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 现在上面是覆盖了一个小区居住区 已经没有了 这个工作对我而言的话 就是属于兴趣再加上使命感吧 因为本身我是梁祖人 在我看来的话 把现在的这个梁祖去 这个故事去说好 像去传播好 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很 很有意义的事情 用石链刀收割下来的稻子 一般放在我们的盒架上面 去进行量删 在墨角山工电区的东坡 两处浅坑里头 就发现了2-3万斤的碳化稻穀 这是5000多年前 梁祖时期的这些水稻 过火之后碳化而形成的 那么就非常稳定地 保存了4000多年 那么直到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对于这些稻穀去确定 5000多年前 它们的主石 跟我们现在一样 都是由水稻勾成的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些 碳化 在5000多年前 梁祖时期 他们早就已经建立起来 这样一个曲型的古代文化 足以实证 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 那么所谓的上下5000年 并不是空口白言 它是有证据的 那么它的证据 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的梁祖古城 在这个长期的接触 和学习的过程中 就发现越是深入了解 研究它 对这个梁祖呢 就产生了一种 没有办法割舍的这样的情感 我们两组 哪怎么有 有几千年的道理啊 我很好奇 这是怎么保留下来的 那你以前的人 他们是不啃总地的 不想留在这里呢 以后总地肯定用机械货身材的 不要这样子搞的 对不对 以后这个房子全部要剥掉了 搬掉这个地很大了 这个密质很大了 大银土垃圾 你这个都用机械货身材的 你这个车子开过去 这里收到后面都是米了 车来就是米了 不要的什么东西都不要了 以后要这样子的搞 圆子机械货 其他地方的都是 都是机械货的 人工很上的 打帅的啊 都是 都是 方方的搞的 不要人工打帅的啊 这细综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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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一大批一大批的人 都是 都是护分鸡 可以打上旁边 对对 我们这里的 还有一个蟹都放买的嘛 上面一个蟹 对 护分鸡都要碰到的 不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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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才不斤油 还有 不斤油大概那么几个 不斤油 另外阴魂别真的吗 咱们长点吗 看这路 瓦 中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要动 你笑我脸拍拍不到哪里 他们承包到 有老板承包过去了 给我一千二百块钱一亩 一亩我们是买买吃吃够了 给人们又不用累 现在好 现在好 国家政策真的很好 小女儿 小女婿呢 她有时候呢 礼拜三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休息了 她们回来 回来呢 我要做七个人的饭 我现在都是我女儿女婿 她们有事情都是她们管得起的 我不管了 我在家里就是带生子 生年了 洗衣服做饭 另外事情没有 要是我拿这些 她们肯定少了 这边 这边好像是我的房间 这边是我奶奶的 三楼就是这边 我爸爸整个挂一层挂 这边是我弟弟的房间 我爸爸妈妈房间最大 你看道电是绿的吧 三楼可以看到这边屋顶 三楼站得高看得远 当年梁祖古城内呢 大约有两万人 除了王族和贵族以外 大多数人就是从事着手工业制作 作为最古老的一个城市 梁祖的房屋呢 大多都是临水而居的 所以也有学者称它为 东方的威尼斯 我们可以想象秋收季节 这里一片繁忙的景象 我们家里登了家里登不老的呀 什么呢 这里家里没事做无聊的 无聊 无聊呀 这棚里都是什么东西 这个棚呢是 这个我们在整治 但是还没有整治的呀 因为我们这里不想开到这种白色污染 这个现在都是这种 美丽香肠一弄以后 周皮快进行什么都不好 我们在冬天 原来是解决的温饱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 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温饱解决了 我们要种蚝米 在这个地方 吃饭 就这样吃好了 嗯 吃饭 再吃吧 好 以後的氣還好 以後的氣你要在家裡下來 你要打塞就在家裡 哪裡要塞哪裡清一下就好了 馬上又塞了 推了 再過兩個月 賣紙必然已經黃碩 就是收割的時期了 好了嗎 好 好嘞就好嘞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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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